偶尔我们会看到有些人 一方面是虔诚的佛教徒 一方面又投入其他宗教的修行活动 比如说祷告礼拜唱诗等等 那么这种人是不是很虚伪 还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两种宗教 而不会有矛盾冲突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在原则上 一个人只能够在一个时间 撑一条船的 不能够两只脚踩着两条船 两只脚踩两条船呢 很危险哦 也许认为两只脚踩两条船呢 很保险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不带他呢 另外有一个神也可以带他走 其实呢 你因为两只脚踩着两条船上啊 可能到最后 释迦牟尼佛救也救不到你 阿弥陀佛救也救不到你 上帝耶稣要想救你 他可能不想救你 你怎么搞的你跑来跑去 所以最好呢 是不要啊 又同时兼备两种宗教的色彩或信仰 这一点呢 是基本的 尝射 可是呢 有一些人呢 由于家庭的背景 他和他的工作的环境 甚至于啊 可能跟自己的兴趣有关系 想要学英文的人过去啊 常常跑到教堂里去 跟牧师 跟修女 跟神父啊 打教导 也一样的受习 一样的做弥撒 但是呢 他又常常回来拜佛 念经 念佛 参加共修 问他你究竟信什么 我信佛教 那你为什么到基督教那边去啊 我要学英文啊 我学英文 如果我没有好 信天主教 没有信基督教 他们不会让我 对我这么好 至少呢 我的心理上 我觉得我欠他什么 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我就信基督教啊 那究竟你信的 你内心信什么 他说我到那边去 内心信的基督教 到这边来 内心信的佛教 这就变成相当一个 人格一个分离 信仰分离 人格分离 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种人 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说 他对佛法 对基督教的神学 弄得很清楚了 那是虚伪 如果说 对佛法 对基督教的神学 并不是那么清楚 他认为 我求佛 拜佛 拜观音菩萨 我到那边去 求耶稣 拜什么玛利亚 我祷告啊 都是真正的信呢 那么这种人 究竟将来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 这个是个问题 这个是个问题 但是呢 我也告诉主委 有的人问我啊 他说 师父 我还病呢 我是佛教徒 可是我基督教的朋友在给我祷告 说呀 我为你祷告啊 祷告上帝啊 祷告耶稣啊 祷告基督啊 要你的身体赶快好 他说 我要不要接受他 我说 当然接受了 我说 当 当 蒋总统 蒋介石先生过世的时候啊 他是基督徒 他还教我们全国的 这个寺院啊 大家要好好地操作他 这个 我们操作 这是假的吗 不是 我们的心还是有用 我们为基督徒祷告 也是有用 这个基督徒 谁让他信基督教上天国去 我们愿他上天国去 到上帝那边跑得快一点 上帝很欢迎他 进来他 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 也有用 这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虔诚的力量 不过 我要 说一句呢 如果说 你跟基督教 要保持关系 但是呢 你的信仰 内心呢 是佛教的 不要 又要上天国 又要上极乐世界 又要念阿弥陀佛 又要念这个 这个 哈陆里 这个两种 不要同时地来做 但是呢 并不是 要我们呢 今天 或者是未来的人类呀 信了一种宗教 就要排斥另外一种宗教 信了一种宗教 就不能够到另外一个宗教的教堂里边去 或者寺院里边去 神主义在一个家庭里边 也允许呀 你信佛教 你也允许人家信其他的宗教 要不然的话 你从 你生起来小孩 开始 就叫他信佛教 不要叫他有机会 基督基督教 但是呢 否则的话呢 你一定要允许人家的信仰 包容人家的信仰 尊重人家的信仰 你跟他做朋友 你比如说你要学英文 你要学什么东西 跟他做朋友 你很老实地讲 我是佛教徒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基督教正好 基督徒非常好 我很愿意跟基督徒做朋友 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形呢 你到教堂里去 为了某一种遗色 你要参加亲戚朋友的某个仪式 到教堂 没关系哦 还是可以去 像我已经出了家的人 我照样地到教堂去哦 我到基督教的教堂 天主教的教堂 修道院我都去的 他们上店 我也跟他们一起上店的 他们过堂 我也过堂的 他们过堂 他们吃饭的时候祷告 我也祷告 他们在这个 在教堂里边做弥撒 要念经 他们拿了西伯赖文 来念 我只是跟着那个法音 我也跟着念 你不能说 我已经背叛佛教 我还是佛教徒 我还是个出家人 但是为了在他的教堂里边 尊重他 还有天主教的神父 到我们寺院里来 也跟我们念经 你们知道吗 所以今后 我们对宗教 不要看得那样之地 所以内和外 但是子弟的信仰 一定要维持 一定子弟一个宗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